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各位今天玩一隻小遊戲 叫做上願人 上願人 我們來玩一玩 好像是一隻解謎的遊戲 類似劇情向的遊戲 選擇語言 啟動文字音效 張開啟文字音效狀態行動 OK 要用什麼樣的 快速吧 不要即刻 張開啟文就OK 這隻難道就有困難 困難的解謎沒問題 我還是看它有解謎 我先試一試 好 遊戲純屬虛構 與真實的個人團體無關 與有意外 這個 純屬 純屬巧合 好 你知道那個傳說嗎 那是一個有關於實現 願望的傳聞 據說在世界的逢隙中 有一種某一種存在 他們穿梭在不同的世界之間 幫助其他人實現他們的願望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即使就是那種聽起來很靠不住的傳聞 不過依然有很多人都相信 相信那種存在 只要心意足夠誠懇 並且願意提供令人滿意的報仇 不管怎樣的願望 他們都可以如願以上 因此他們被稱為 這個 常緣人 你有什麼願望 不妨告訴你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麻煩你再填這一份 即是簽一下協議這一份 最後一份 請你再努力一下 好 嘩 什麼 什麼字 我讀都不會讀那個字 今天正式開始這個常緣人的工作 感想 怎麼說都是有點小激動 宣手續浪費了我幾個小時的人生 你問這個是什麼 大概就是跟剛才那段次差不多 總之是很奇怪的職業 唉 這個時間大了 要快點去到辦公室 要不然會被前輩罵 咦 具體來說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明白了 那邊對你抱有很大的期望 所以怎麼做呢 所以應該怎麼做 不過我想你應該都知道 你還有什麼要問 剛才飄過的文字 在這個公寓的 在這個公司的宣傳宇 是有什麼問題 只是聽起來很不靠寶很奇怪 你放心 姑姐算是很正當的公司 你到底在想什麼 不過呢 那就是說這個公司 什麼願望都會實現 那當然不可能 欺詐 至少違反規定是願望不負責 不然我們是正當公司 最主要都是看對方願意給多少的報酬 那假設 你一定在這個時間談 再講給這個 你考慮好你第一份工作未 還未來得及 那你還有時間要想 那你還有時間要想 願望補充在中間顯示平常 快去做事 現在 然後我現在要動了嗎 我調大聲一點點 OK 最難操作 好的 Enter或者點擊屏幕繼續對話 雖然並不 不過有可以按這個快速對話 並且顯示速度 自身調教 方向鍵 任何移動 Enter 手動使用 按X 最後 就賽單 訊息 查看大概就是這些 OK 這個是 現在不是看者過 即是看這個 賣了錢嗎 還沒有開啟過 好 這個遊戲 應該RPG做出來 好 需要登錄才可以查信 話說回來 帳號 密碼設為密認 要改一下 會寫在哪兒的密碼 現在不是看者有時候 然後 咦 會寫在哪兒 好奇怪 這個呢 只有普通的 這個什麼便條紙 我再調小 好像很大 好 好 很方便白板上面寫了些什麼 蛤 紅色和綠色 不過要在這裡記得之後 什麼 什麼 紅色綠色 只要按照和顏色 對應的內袖 衡料 試試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咦 我按了什麼 書日明治就可以了吧 蛤 什麼 什麼 什麼都不做 喂 這個人 我怎麼知道他是什麼名字 加油吧 新人 這什麼叫 Item info 特殊感謝 save item save save save看看 Item有什麼Item 小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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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跑步 這個就是跑步 嘩 快到你加速了 那個人 收件人 收 需要 有空時間再整理一下 咦 糟糕了 我不知道他什麼名字 他這個人的名字 我要找他的名字怎麼讀 我已經檢查好這個名字 叫什麼名字 那他這個字 讀掩 粵語讀掩 那這個國語就讀 讀掩 就是掩 國語 就是RAN RAN 對了 輸入密碼 密碼就是剛才那個 嘩 我怎麼知道這個密碼是什麼 嘩 他這些全部用拼音 oh shit 什麼紅藍 紅綠 密碼錯誤 不知道要重新測試 蛤 紅綠 H-O-N-G L-U 密碼錯誤 OMG 這個解謎完全不是我的飯 什麼 紅綠 橫綠 還要記得紙之後過一下密碼 綠色面條寫了什麼 喔 W-X-J-X 咦,當然我要記下它了 讓我先找記事寶 WXJX 好,到這邊 CY87,很明顯是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我還用拼音 好,那你可以試一試 那,LAND 書人密碼,把兩個字打在一起 好,XX號員工掩正在登入 登入成功,正在前往願望補熱面 好,拜託無論我希望能護下去 多少錢 100萬 100萬報酬 不過這種風險就算100萬都不會有人接 為什麼?這麼高這個報酬 不是應該夠受歡迎嗎? 一般來說是 不過這個願望情報太空泛了 在什麼都不適合情況下實現太難了 如果沒有完成,不單沒有報酬 還會扣數 所以說呢,如果這個低能接了工作而失敗 他就要欠下一個巨款 就是欠了100萬 但明明報酬這麼高就避開太可憐了吧 OK,接著按個接受 這個低筆仔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比起那個願望無法實意 倒不如死馬當活馬醫 讓我來試一試 還要說說港元,如果出問題是不會負責的 活主真是一個曖昧的要求 優先鎖定許願人,如果搞錯了就麻煩 如果遇到緊急,可以申請道具 技術方面有限 基本的東西都可以準備 很好奇為何要冒險 原來會問你一種沒有營養的問題的人 不是很明顯嗎? 當然為了一個100萬 算了 只說要靠你自己 怎麼說呢,這邊對你都有很大的期望 什麼時候 打開通道的按鈕 雖然拜正式工作前的訓練所似這種不陌生 依然大佬發出抗議的訊號 老奈胡亂思想和嘈雜的聲音混在一起 視野開始模糊 在逐漸失去意識的過程中 忍不住想到 無論如何都想去得到 那樣東西 什麼啊?100萬? 咦? 怎樣怎樣 應該是送了我出去 Chapter 1 無法看清的願望 這裡是我自己動嗎? 對啊,自己動的 嘩 高速移動 這裡就是目的地了 好像不太像 在捉時間講法完成工作 雖然這樣說 不過其實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要說目前做了什麼 那是四處巷巷 什麼東西 炸彈 公司研發的塔測器似乎在傳送道從包包跌出來 當初訓練時說過這個作用是引導我們 雖然現在不清楚 不過只要跟著線索應該可以 探測器beta 還要beta 高度有點勉強 有什麼可以拿下來的東西 花盆 醫療方面的資訊 咦? 我手戰鬥到沒有辦法流暢寫下一個字符 不知是因為恐懼還是因為興奮 她的譴責令我濫瘋狂 但我明明知道得到應得的東西 無所謂 只要擁有她的理解其他人的語言毫不在乎 都說幸福是一味神奇的樣子 原本只是廉價的東西 現在的她就好像珍寶一般 傳現只是因為她為我準備 品嘗過幸福味道這種特殊日子更加美好 計劃的成功在我們意料之中 因此沒有感受到多少喜悅的情緒 果然那個孩子一如既往敏銳 從她眼中交織著震驚和不解我就知道了 多多少少都猜到我們在做什麼 知道那個孩子不會理解她還太小 一直都是太天真 這個玉倫說那個孩子要跟她斷絕來往 斷絕來往 被統腐包圍著的她念上悲傷 如此真自動人 親愛得了命法也會犧牲無法避免 好 不過呢 隨便亂找別人 我沒有資格說些什麼 為什麼我問在頭上 嗯? 嗯? 有些在意的信 親愛的玉倫 今晚將迎來生命的總結 通往希望的大門拒絕為我躺開 畢竟雙手滿是烏救的我 早已失去了被拯救的資格 因此被在沉默中等待結果 逐漸化身為被心虛和罪惡支配的野獸 將我們的愛得斯德之尼破碎 情願獨自前往一切的終點 終於這一步並無後悔 只是遺憾不能為你留下什麼 再見珍重 愛的西維爾 西...西...爾...西...什麼? 西...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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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怎麼可以拿下來 這裡 探測器有個頂端閃爍 裡面的人就在這裡 說不定是遭遇了什麼被人困起來 這樣做什麼?主角 如果是這樣要快點打開門 我記得那個時候可以 可以什麼? 你好,XX號的掩 對,我想申請到他一鍵開鎖 申請你有?不用麻煩我再想想 貓前不可以隨便申請,真麻煩 只能找一部鎖匙 我真的要去那個位 很大間屋 但這麼大間屋通常都有鬼 剛才在這個B一個的鎖匙 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況且明明看來有身撥 但空蕩蕩 現在不是亂想事情的關係 不是亂想事情的時間 放著JGR的書籍 指針轉動著 上了鎖彈不開 有個薄灰塵 嗯? 磁鐵 似乎可以用你做好什麼 先借用啊 用完記得還回來 上了所謂櫃 藝術的形態 巴爾諾斯簡史 裡面是空的收音機 木質的位置 王者邊微笑 是被建築的後半部分限制住了 上了順眼不去 毛毛花似乎被外面鎖住 有個薄塵薄灰 嘩 嚇死了 嗯? 包裡的通訊器響起 接通之後有個熟悉的聲音 看不看得到 前輩? 打通過真的太好了 什麼意思? 因為當初 什麼當初 雖然說是隨時通訊便利 不過這個最新技術 可能會有很多筆之類 都是要給我 大家都要努力 說不定這個時候就可以派上用場 幾個月幾年這些東西 說不定 大概就是這樣 他們這樣說 不過也對 確實算是第一批 拿到這個通訊器的人 總之聯繫到方便很多 探索器給了訊息 所以姑且都有些頭緒 不過似乎到了某個私障 因為要調查 所以隨便回到其他人 這樣可以 反正都是沒有辦法的東西 在工作完成之後 會消除你的痕跡 不用擔心 不過對於這邊的人來說 不會有什麼不自然的地方 怎麼黑了 那我就放心 打過來了有什麼事情 我不是跟你聊天 重新調查那個願望 目前得知的大概是 對方許願的時候 情況不理想 就是說因為身體或者意識虛弱 連傳遞願望都十分吃力 所以我們才看不到願望的事 沒錯 不過我們想想是一個線索 不過既然探測是有反應 應該容易很多 雖然 只是演算數值出來的結果 不要太過依賴 我這邊會繼續調查 有什麼新的線索會聯絡你 總歸感覺有點不好意思 努力工作 我本來還沒承認你 所以希望你不要一副半吊子的樣子 這是什麼知前輩 是熱心的人 那就是有機會 他是那個願望 委託人就是身體上有些 身體上有些病了之類 可能跟著就是有些願望 那今天有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繼續玩一下這個 是什麼委託人 下次再見 拜拜